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只有107票赞成冻结 有26人缺席或不在这场投票 至于反对党方面 在国会有87个议席 总共77人投反对票 另外10人里 其中7名是一党议员 两名是公正党议员 一名是独立议员 他们在这场投票缺席或者是弃权 因此行动党议员陆兆福认为 在投票的结果来看 26名不在这场投票表态的国政议员 有可能支持纳吉的不信任动议 不过话说回来 纳吉的不信任动议的最新发展是 国会反对党领袖旺阿兹沙 已经提呈该动议给国会 国会也收到了 但是副议长在接受新周日报询问时 维持原来的说法 那就是不会纳入本次国会的议程 不过公正党议员许来贤早前提呈的不信任动议 并没有策回还在本次议会的议程当中 紧接着是今天即将在下午4点登场的2016年财政预算案 有趣的是各家报纸的头版又出现了壁垒分明的呈现手法 摊开了今天的几家报纸的头版 你有看出什么差别了吗 那就是中文报不管是新周南洋还是英文报的新报 他们在标题上都打出了 要人民做好心理准备 例如所得税不会调降 不要妄想有什么不切实际的糖果政策 以及是时候接受现实等用字 不过来到马来报的前锋报 美日新闻 以及英文报的新海侠时报 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他们告诉大家 预算案照顾中产阶级 甚至是关照每一个人 即使国家收入受到石油和马币大跌的冲击 但是借由减少燃油津贴跟消费税带来的收入 维持着造福中低收入户 这两种壁垒分明的呈现手法到底人民是被照顾到了 还是能要做好心理准备面对现实呢 今天过了4点之后 我想大家心中自然会有答案了 来看今天的其他新闻 前首相杜马哈迪在接受路透社访问时承认 要在2018年全国大选前将纳吉拉下台的机会很渺茫 这是因为巫统的国会议员都在保护他们的领袖 并且要求其他党员不得发言 因此大家便只是照顾自己的安全 不为党和国家的未来着想 而首相纳吉在预算案公布前夕发表了谈话 指出自己有一个计划 而该计划是可行的 因此在还没有看到显著的效果之前他不会分心 而纳吉口中所谓的计划 他虽然没有明确的表示 但他在文中则有补充说道 照顾国人的未来和福利是他优先要做的事情 所以政府一直专注在加强国家经济的恢复能力 管理外部不确定因素的影响 那最后提醒大家以下 百隔时事今天晚上7点 将为大家独家线上直播预算案的讲座 听听多位来自投资税务等各领域的专家 点评今次的预算案 大家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数据